警察室人民的保姆更是光复向这位拾荒老翁平安返家的光 凤林警分局光复分住所 深夜两点多执行巡逻勤务时 赫兰发现古姓老翁徘徊路边寻找他的身材工具三轮车 而远警协助巡货后 为了避免老翁发生意外 便一路护送老翁平安到家 而远警的暖心之举也让老翁深深感动以及感谢 半夜三点多的冷雨夜 湿冷的街道只见这位身穿简便于衣的老翁 排回路边不知所措 执行巡逻勤务的远警赶紧驱车询问 得知74岁拾荒的独居老翁 只顾忙着捡食回收物 却一时忘了三轮车停放在哪 两名远警二话不说立刻展开搜寻 我们站一去啊好不好 我们站一去 我们站一去啊 对啊我们站一去牵车啊好不好 看见远警在两公里远的地方巡获他吃饭的工具三轮车 老翁是喜极而泣 平平止泻 并将车上回收物整理后骑车准备返家 看着电视已高身材瘦小的老翁 摇晃吃力的骑着三轮车的背影 便默默的跟在后头一路护送老翁平安到家 你先踏上车我要看你走 好你慢慢骑哈 晚上尽量休息不要再出来了 对啊 执行巡逻请勿 行经光路箱中正路一段时发现七群骨性老翁 为骑乘平日冠用之自行三轮车 载运回收物品 仅穿着于徒步检时回收物 为避免骨翁发生危害 所以向前关心 今行得知骨翁在检时回收物品时 忘记三轮车停放处 警方获知后立即展开协讯 并于附近路口 发现骨翁所遗忘之三轮车 因骨翁平时行动稍许不变 无法立即闪避往来之车辆 警方为避免意外发生 便随随骨翁后方协助护送返家 远景暖心之举 在斜风细雨的冷夜 为独具的石荒老人内心注入满满暖意 老翁是满心感谢 凤林分局远景秉持服务精神 关注社区中需要帮助的民众 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福祉 如遇有困难就给予协助及关怀 让人深刻感受到远景的铁血柔情 记者十一玉兰光复采访报导